在目前的大环境下,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完美房子,或许是很多人终其一生难以达成的梦想。 接下来的单元,我们就要带您认识一位可以为您达成所有梦想的天堂建筑师蒋家凯。 叫他天堂建筑师,顾名思义,他为消费者建筑的完美世界就在天堂。 他可以用纸杂做出一栋又一栋精致的天堂别墅,天堂迪士尼乐园,以及各式各样的天堂配件,为的是要帮王者圆梦,也疗愈再世亲人的悲痛。 而蒋家凯其实原本是年薪百万元的游戏设计师,几年前为了送癌末的父亲走最后一程,他转行做起了遗体修护和纸杂设计。 从此就踏上了送行者之路,还因此有了许多神奇的遭遇呢。 其实有一个很奇妙的,我不知道为什么,心情烦的时候,其实我去殡仪馆是会放松的,好像有种回到家的感觉。 什么样的人踏进殡仪馆,居然能找到像家一样的安定感。 这就算钢琴水泥,我们会在这边去做它的一些结构组装的设计。 黑狂眼镜,俐落发型,鼻挺西装下搭配的总是一副温文嗓音。 他是六年级生蒋家凯,开的是一家设计公司。 这本叫资料几层,那它里面会包括很多就是说里面家居可以看到的长、宽、高。 和一般设计师没什么两样,他画设计图做建筑设计,算得上是位建筑师。 不过他不用钢筋水泥盖房子,而是用纸。 会上一些基本的一些,比如说窗框、门框、栏杆,去看它的相对位置,看有没有问题。 门框、栏杆虽经过分配计算,走到动线也得仔细衡量推敲。 等到模型比例在电脑里有了精确答案,学好纸材,送进机器,切个量产。 因为它是小比例的东西,叫1比20,如果用很亮,很鲜艳的颜色,老实讲,它会看起来会很像玩具。 另外一个就是说,我们不太会选用所谓喜气的颜色,因为那毕竟是一个丧失。 原来,蒋家凯做的是纸杂设计。 将材切好的家具涂上浇水,一一放进屋子里。 1比20的房子,究竟得多小多精细。 看看眼前这栋新出品的纸杂别墅。 庭院、卧室、餐厅浴室一应俱全。 当然少不了宽敞舒适的客厅。 这是一镜电视的遙控器。 普勒地毯的客厅有沙发,沙发一旁有茶几,茶几上还摆了电视遥控器。 看清楚了吗,就连iPad都没缺席。 另外,就怕客人看书时光线不够充足,电灯也要LED,节能不伤眼睛。 换个角度参观卧室,脚踏垫前有张柔软床铺,上头还铺了舒服的枕头被乳。 床头边有书桌、挂画,更有衣橱,忍不住让人想一探究竟,到底这一屋子还有多少样贴心服务。 我们这个餐桌上面也是要放那个报纸。 有些人都会有一些习惯性,都会看一些报纸,所以我们会放一张报纸在上面。 报纸印足四大报,书架上杂志摆得再多也绝无重复。 设计除了周到,还不容许半点失误。 万一粘错了,送到客户手里可改不了,因为这一门生意实在无法做退货处理。 焚烧纸扎其实我个人认为是不外乎有两种原因。 第一个是你生前你得不到的,所没有享受到的,那你希望透过纸扎做这个造型, 然后能够焚化之后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可以享受得到。 这是一种。 那第二种是你生前已然享受到的东西,那我们现在再做一个让你到另外一个世界能够继续使用。 但是其实这个都是为了在世的人,就是说为了希望往生者好,那自己也有一个安慰。 蒋家凯相信,纸扎能为往生者圆末,也为家属治疗悲痛。 善于帮客人实现愿望的他,不但盖了各式各样的天堂别墅,还曾打造过一整座的天堂乐园。 但是那个纸扎特别的地方是在于他希望的是一整个城镇,包括了主题他希望,因为他一直很想带他儿子去迪士尼, 然后就没去,还没来得及去,所以他中间是迪士尼的灰宫两城堡。 然后旁边的话会有,就是小朋友喜欢吃面包,然后就有面包店,那怕有坏人,所以会有警察局。 然后会有,喜欢看书,有书店,然后有一间小的那个幼稚园,有一间小的学校可以让他去上学。 从早期的纯手工到现在能以极其代产,蒋家凯踏入殡葬业,虽然一算也有六年, 不过刚入行时,每天碰的并非纸张,而是大体,因为当时的他是个大体修护师。 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,故事得从癌末的父亲说起。 其实纸扎算是意料之外的,那当时修护是因为,我讲很实际的,医药费是一个问题。 那后我也不可能,如果是说要多陪我父亲,我不可能是一个造酒玩物的工作。 那时间上面比较自由的,就可能是殡葬产业。 然后修护师的收入其实也还不错,所以那时候就想是说好吧去。 为了跟老天争取父亲有限的时间,蒋家凯在六年前放弃游戏设计师的头衔, 接着没太多犹豫不决,他上市场买来猪肉苦练修补技术, 一个礼拜后便开始他的遗体修护工作。 然后我们就去了附近的庙宇宝贝,说收不收,可不可以,就是可不可以,可不可以做这一行。 结果那个老天爷,老天爷保佑了,就两个,就连续两个行贝,那我就,就是,就有了第一件Case。 成为大体修护师的必备条件,不外乎是胆大、心细。 尽管蒋家凯对自己的胆势很有信心,对于第一次接触大体, 他还是着架不住,当场狂吐。 第一个案子是一个中年男性,然后他是起重级, 被,可能是过弯的时候,还是没有,没有,太好, 那就是,人飞出去了,安全帽也飞了,那头先着地, 所以是左半边的颅骨,这个部位就不见了。 我不太怕这些有血有肉,我们叫有血有肉的画面啦, 但是那时候,但是那时候他毕竟是一个往生者, 然后我仍然是在世的人,你看到他,尤其距离这么近, 我们去做修护的距离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。 那都会有一种那种生对死的那种抗拒, 就会变得,就整个人其实就会变得很不舒服, 所以那一天我大概吐了三次,这边就轻松了。 一回生,二回熟,蒋家凯说做遗体修护, 他其实不怕死肉模糊,也不怕异于常人的尸骨, 怕的是有反应的客户。 有碰过一个,可能我们不讲不谈怪力卵生的东西, 我们谈科学的可能是一个经典的反应吧。 我去帮他再处理手的时候,就是去缝合去做手部的伤口的时候, 然后,这边,一针下去的时候他就握起来了。 那我想是说OK,可能碰到筋了,或者是碰到带电了,可能会怎么样,接地了, 然后后面好,那就不管处理。 那处理好之后,处理好之后,我要帮他手,要帮他移过来的时候, 他又再来一次了,把我手握住了,我瞬间就,整个就,那种,也不是说怕, 但是就是会有那种,那种鸡皮疙瘩从后腰一直涌到脑袋,脑袋底的那种感觉。 这一套其实就是在手术室里面外科医生,他们所使用的东西。 除了工作地点不同,他坦言,遗体修护其实和外科手术很类似, 但令修护师害怕的情况还有一种,那就是。 修护师很怕一个情况就是说,我们也只能说对不起,我们无能为力。 因为他那个状况是,你知道,人这样子走,铁板这样子整个砸下来, 他就,就整个都平掉了,他两倍大吧,一个人就大概就变成,变成个两倍大。 然后再来很严重的烧烫伤,非常严重的烧烫伤,那皮肤直径到,甚至到碳化的程度, 那个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做。 圆完别人的梦,那自己呢? 从大体修护到纸杂设计,蒋家凯追出的梦,无非是希望,亲手守护父亲,走完最后一路。 那那时候记得是说,大体SPA,那时候记得在那个SPA的设施上面的时候, 帮我把,那必须要剪开的,那必须要剪开,剪开替他上一些精油, 然后去替他进身,去替他最后洗最后一次澡,那帮他修修眉毛,刮刮鬍子。 其实那个时候,那时候就开始有点想,不知道哽咽吗? 然后看着他,你知道很少,很少长那么大也没替爸爸洗过澡,那就是这一次,那也是最后一次。 尽管,后来父亲去了天堂,蒋家凯却没离开这个岗位,如今他甚至打算, 整合3D列印与遗体修护,开发国内史无前例的技术,疗愈更多家属心中的痛。 比如说,以肢体有脚的部分,那老年人,尤其是常有糖尿病的,常会碰到一个问题, 他们可能在去世之前,前几年就会遭遇到截肢。 所以我们一样也是用3D扫描,扫描了他的脚之后,一样用纸去把它给制造出来。 倘若不是因为父亲,还会选择冰状这一行吗? 采访的最后,我们在蒋家凯的口中,得到了这个答案。 我之前是说,之前做游戏,那个是带给人家快乐的工作。 那进了冰藏业之后,这个工作是治疗悲伤的工作。 意义跟性质其实不太一样,但是成就感,我觉得冰藏业代表我的成就感是很大的。 那,景象天花部,雪中松汉。 景象天花部,景象天花部,雪中松汉。 景象天花房 景象天花部,景象天花处是值的因为